欢迎收听 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 践行与生活分享的 线上广播 我是Ariel 嗨嗨 我是主持人阿布 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 相当适合登山经验0的 亲手收听 老鸟在这边 也可以听到关于 山难议题 靠北山友 与向导检定的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 很生活化 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 陪你度过 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 让我们在山下 跟大家一起 越来越快乐 哈喽 大家早安 现在的时间呢 是1月17号的早上9点 今天为什么要特别的报日期啊 因为我们要讲一个 振奋人心的新闻 OK 那我们赶紧来说一个 昨天的最新进度 人类冬季的创举 你有看到吗 这是新闻吗 对啊 创举 什么创举 尼泊尔十名登山者 攻顶K2 人类史上第一次成功 攻顶K2 K2不是早就有人攻顶了吗 是十名尼泊尔登山者 在16日当地时间 下午的5点钟左右 顺利登上世界第二高峰 嗯 乔哥里风 K2风 这是人类首次在冬季登顶 哦 冬季啊 哦 我想说奇怪 K2不是还蛮多顶尖的登山者 已经有攻克过了 所以你说的是冬季 冬天 没错 然后根据外媒的报道啊 是传奇登山家 雪八 还有 普甲 雪八是人 还是 人名人名 他的人名 就叫雪八 对对对对 这个都叫雪八了 那一定强 然后还有其他的 尼泊尔雪八人登山者 在今天应该是说 16号的下午 17点左右 登顶登上了K2 8611公尺的山顶 嗯 那其中的雪八还是在 无额外氧气设备的支持下 都跟登顶的哦 他没有背氧气瓶 直接靠自己的肺 然后 OK 他在登顶前 他曾经表示 此次登顶会让 尼泊尔及尼泊尔的 增山界 感到骄傲 真的 这超猛耶 真的非常强啊 嗯 所以说 其实在台湾的那个 登山的群组里面 已经被疯狂转贴 然后我就有看到 他们的留言栏 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一直跟他们恭喜 然后为他们感到骄傲 然后希望他们 可以平安下山 然后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 他们其实已经 回到基地赢了 通常挑战这种 K2啊 或者是洛子峰啊 这种高难度的山 其实宫顶 只是形成了一半 很多的时候 意外是发生在 下山的时候 嗯 那之前我们台湾 有一个顶尖的登山家 叫做李小时 他在2013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意外 就是他在挑战 世界第四高峰 洛子峰的时候 他有顺利的宫顶 但是在回城的路上 就不幸拟难 所以我觉得他 你刚提到那个新闻 哇他没有被氧气瓶 单纯靠自己的力量 就爬上去 回城十个人都可以 顺利平安下车 那就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据点 对啊 海拔为8611米的 乔戈里峰 虽然高度 他是没有到朱木拉玛峰啊 但是他的攀登难度 还有危险程度 其实是远高于 朱木拉玛峰的 据说 所以说他其实是有 杀人峰之称 对 根据最近一段时间的统计啊 该峰的登山者死亡率 大约在25% 这一次呢 这十位登山者 来自尼泊尔 三支不同的登山队伍呢 能够在无额外 氧气设备的支持下 成功登顶 真的很值得 尼泊尔跟尼泊尔的登山界 感到骄傲 其实我觉得 全人类也会 觉得很骄傲啦 而且很振奋人心 你有玩过桌游吗 那桌上游戏 其实有一款 就叫做K2的桌游 哦 不知道耶 对 那我曾经玩过 这个K2的桌游 就是比看谁可以最快攻顶 然后他的那整个桌游 就是仿造K2的地形 K2我记得有两段三段 特别困难的地方 对 那因为我本身 还蛮爱玩桌游的 到时候我会把这个桌游的 图片跟连结 放在我们的粉丝页 你有那个游戏吗 我的朋友有 下次借来玩啊 大家一起爬山的之后 或者是检讨会的时候 就可以玩 OK 那辛爸 辛爸如果你有听我节目的话 如果K2这款桌游 你还没有卖掉 那我再过去跟你借 OK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咯 虽然说我没有去K2 但是我在1月8号跟9号的时候 去了一座小百岳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去小百岳 你爬山就爬山 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 因为呢 其实1月8号 9号 10号 我们本来是要走碧阳重走的 哦 虽然说我不知道播出的时间是几月几号 但是呢 其实在1月8号9号10号的时候 那时候爆炸冷 全台湾都在下雪 对 就是什么 何欢山啊 玉山啊 就是有霸王级寒流了 没错没错 所以说我们本来已经 心心念念安排的 碧阳重走 就因为这样 然后那个路上都结冰 然后那个布农协作啊 他就打电话给我们说 请我们取消 哦 你们有请协作 有 我们是有请协作 在登山口帮我们 虽然没有成型 那当初的价码一天大概是多少钱了 还记得吗 好像七八千块吧 但是我们是一队五个人 好像大家share 哦 就是一天七八千 然后有五个人去均分 对 哦 那还OK 对 好像还OK 然后呢 我们就只好取消行程 但是呢 我们又觉得 价都请了 那就出发啊 先出发再说啊 而且大家早上都集合了 因为他打电话来是临时取消 跟我们取消 因为是那个 可能是领务局通知 协作他们说不准他们上来 就是整个 了解 他是叫做预防性关闭嘛 嗯 对 因为他可能觉得路面即将结冰 或怎么样 所以他就不让大家上去了 所以说其实那个通知是很临时的 那我们大家都已经在台北集合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 好吧 那就下去 欢乐啊 还是就往南部走 了解 所以后来你们决定爬什么山 我们后来决定呢 去中路的一个大横平山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爬这个山啊 是因为它是地形很特殊吗 还是你们大家都没有爬过 其实他真的还好耶 大横平山呢 它是位于台中跟南投的交界 然后因为它本来就是我们必要重走的备案 应该是这样讲 哦 哇 你们如果当时不能爬避养 还有备案就对了 没错 就是我们领队安排的啦 我自己没有安排 但是我们的领队就很静泽 他其实已经默默的安排了 要是避养走不成 他还是会带大家去玩 那他很细心耶 我觉得我之前都没有这个plan b 就是取消就取消啊 然后就对没有plan b 那我觉得他蛮细心的 对啊 所以说他其实默默的自己口袋名单 已经安排了几个备案 所以说我们当时取消的时候 我们还是决定出发 然后决定到了南投 再看看实际上状况如何 嗯 那大横平山有什么特色吗 或者是他高度有多高 可以介绍一下吗 好 大横平山呢 他的里程啊 单程大概是4.4公里 那他比较没有办法走一个欧形 所以说就是要单趟往返总里程数会变成8.8公里 这样子 嗯 那他的海拔高度呢 是从905到1206公尺 所以说他的高度落差是大概301公尺 在登顶之后呢 会有一个2等三角点 编号是1119 在这个往返的途中呢 总共大概废时会是5个小时左右 当然每个人的小层就不同了 那这个大横平山呢 他跟三亿的火焰山 就是苗栗三亿的火焰山 还有六龟的十八罗汉山 并称为台湾三大火焰山地形 火焰山地形 OK 火焰山地形 三亿的火焰山你有去过吗 有 我有去过 就算忘记什么时候去了 我还是记得他那个长相 之前那边有摔死人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整个崩 就是要拍照 然后整个崩塌 对 这边提醒一下听众 就是火焰山的地形 可能地质比较稍微脆弱一些 那在自拍的时候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不要太往全崴边拍 就是他如果有架色栏杆 就在栏杆内拍就好了 那你们爬了这大横平山 你有觉得地形是光秃秃的 还是说上面还其实很多植物 其实喔 以前啊 这个大横平山啊 它被归类为魔王级的小柏月 因为它上面呢 会有很多那个刺藤 所以他的魔王的由来是因为很多刺藤的关系 没错没错 但是呢 我们上去的时候啊 没想到路超级好走 可能是有人用那个电锯把那些刺藤都锯掉了吧 不是电锯啦 应该是真的有钱人去砍 就是披荆斩几 对对对 就是砍 应该不是电锯啦 有啊 有那种原意用登登登那种的 可能不是用电锯 它可能是人工用手砍 可是用砍的会砍很久耶 而且砍完它还是会长出来啊 这我就不是很确定 但没关系啦 总之呢 它现在其实是超级好走 也没有岔路 所以你只要登山口对了 登山口人家有绑布条 所以你只要登山口对了 基本上就不太会迷路 对那当然路线上会有一些需要攀爬的拉绳 在上临线之后呢 其实也不是很好走啦 但是因为沿途呢 它都是有树啊 有遮蔽 所以走起来是相当舒服 路还是明显吗 路非常明显 OK 那你们在去的途中有遇到其他山友吗 完全没有 就包山啦 哇这么好 对我们就是只钻走包山行程 真的一个人都没遇到 然后我们就是车子开到接近登山口 然后我们就开始爬 然后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人 只不过很可惜的是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 对虽然说我们还是去了 但是因为就是强烈冷气团 而且是湿冷嘛 所以说我回来看到其他山友拍的照片 都非常漂亮 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就是 羽目缭绕 哦 其实没关系啦 就是爬山就是这样子 有大井是额外加分 只要平安下山那都是100分 对 有大井 然后比如说大家聊得很开心 那就是额外加20分 对 这是额外的部分 对啦 就像你讲的 其实一路上大家聊天什么干嘛的 其实也是相当欢乐 所以我觉得也很棒 嗯 OK 那我有看到你po的那个照片 就是它其实上面是有三角点的 对 那它的三角点我看好像 其实是被一群树木所包围 就是让我蛮讶异的 因为感觉百岳等级的高山 它的三角点周遭是不太会有树木 没有 可是它是小百岳啊 你知道什么是小百岳吗 小百岳应该就比百岳矮一些的山 叫小百岳吧 哪是 不是吗 还很多 你看我刚刚说的 大概它有一千公尺左右嘛 那我这边就先跟大家小科普一下 虽然说大家口中常常说到 小百岳小百岳 那其实小百岳呢 它的难易程度啊 算是郊山当中难易程度较低的 小百岳比郊山更好爬 应该是说小百岳就是郊山 对 但是它是属于郊山当中难易度还比较低的 然后风景又很棒的 所以它是以风景为导向 也不算是风景为导向 基本上它是行政院体育委员会 它在民国92年的时候 为了推广全民登山运动 所以说呢 它就以台湾的各县市近郊山区为标的 然后就规划出100座比较有特色 然后又比较有代表性的郊山 然后命名它为台湾小百岳 那其实主要的目标就是 希望可以推动台湾山林的运动风气 所以说其实遍布台湾 只要你上网查小百岳 然后看你所在的县市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那个地方有哪一些小百岳是可以去爬的 那原则上都已经是算是有蛮清楚的路径 那我自己是觉得大横平山 已经算是真的算小百岳中比较难的 因为大部分的小百岳我觉得都还OK 对 那台湾的小百岳海拔其实都没有很高 然后攀登起来也算是还 就是不难啦 我是觉得是适合合家大小都一起去爬的 是老少咸鱼的路线 我这边看文案看到有一个额外的小知识 就是其实我们台湾有全国登山日 对 每一年的九九重阳节之前的周六 就是台湾的全国登山日 所以在当天其实全国各县市啊 都会有举办一些登山活动 那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会超级拜拜 那种竞相团的等级的超多人 可能会一起去爬某一座山 类似这样子 可是你有印象吗 就是到底这个九九重阳节前一个周六 然后各县市有举办这种登山活动 你有印象吗 我没有太去follow 但是而且我也不会参加老师讲 因为我大部分爬山就是都自己的自主团小团 不会跟那么多人一起去塞车这样子 好的 其实他排这个九九重阳节前一周的周六是登山日 这个日其实排还蛮蛮不错的 怎么说 就秋天啊 秋天是一个适合爬山的日子 因为夏天会有台风嘛 或者是夏天太热 那冬天又有点太冷 春天因为又容易有像现在这种阴雨绵绵的状况 所以秋天就是天气好 然后就也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 所以他定这个日期我是觉得定还不错 anyway 所以说我这次去登的这座小百岳也很推荐给大家 其实我们当天的就应该说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就住在南投的埔里 因为当天是临时决定的所以我们本来是要住登山口嘛 碧昂的登山口 然后取消了我们就立刻上阿古打就随便找了一间民宿 然后我们就找到一间那种独栋的民宿 然后我们五个人睡一个房间 我以为你们五个人睡一栋 没有没有五个人睡一个房间 但是他那一个房间就有四张双人床 所以说其实可以容纳更多的人 然后才两千块 五个人两千 哇很便宜耶 五个人两千一人四百而已 没错啊 然后我们就决定住两个晚上 所以很便宜 然后隔天出发又可以先去普里市中心吃个当地的早餐 就大家都非常的 虽然说变成义乐行程 但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那那个民宿名称 你要顺便帮他工商一下吗 还记得吗 我忘了耶 反正一个非常低调的 有点民宅啦 反正各位听众就是用Agoda 然后去 随便找啊 超多的 用价格去搜寻应该就找得到了 对啊 所以说当天就可以直接杀下去 再继续找个地方住就可以 就可以继续你的行程 然后因为我觉得啊 就是像布农鞋坐他们 还有隔天我们本来要住清静吧 那像他们都非常好配合 因为也知道是天气因素的关系 所以说都是免费能够让你延后 所以不是取消 好所以你们之后还是会去爬避养这种种种 当然还是想去啊 不过虽然说是延后啦 但是他已经全额退费给我们 他就先退费给我们了 所以说基本上他可以取消 可以延后也可以直接退费 嗯 对 不过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想去的行程 之后还是会去啊 哦那你们这次找的协作 他们的单位名称叫什么 布农啊 就叫布农 嗯 然后好像是阿清的吧 对 布农阿清 OK好 那我们会再把这个关键字放在我们的文案里面 那各位听众有兴趣就可以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文案 然后啊 我这边就再说一下 因为这个大横平山就是我们 Day 0 算是Day 0吗 交通天 第一天的那个行程嘛 就是我们第一天从台北开下去 就直接去这个小百岳 OK 但是这样我们第二天还有一天啊 那我们第二天去了哪里呢 我们就去了卓舍林道 卓舍林道 这个卓是哪个卓啊 卓别林的卓 然后舍就是社会的舍 对 那我们就去这个卓舍林道 我们本来要去那边爬那边的一座大尖山 那也是一座蛮难的山哦 不过我们又有点衰的 又遇到呢 当天呢 我们有看到一些伐木工人 他们在做人工临书伐作业 嗯哼 什么叫人工临书伐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苏林的概念啦 因为南投的这个林管处啊 他们为了配合现今的人工临永续发展 有一个生态性经营的概念啦 所以说如果说你那个人工临啊 长得太茂密 嗯 反而他是不利于林木的生长 嗯 所以说他为了要促进这些林木生长啊 还有林木的健康度 他其实是要让这些树林的分配 还有空间的配置更合理 不能让大家挤在一群的成长 这样反而大家的养分啊 阳光啊等等都不够 嗯 我这边补充一下 这个树林啊 就是让上面的树叶稍微松一点 因为如果说你都是很高大的树木 底下其实没有什么阳光 嗯 那就变成说他整个林象都是很单一的 就是每个树都长很高 但树林的话把其中的部分的林给砍掉 让阳光可以撒得到地面 那这样的话地面上的一些灌木矮木啊 或者是什么的就长了起来 这样子的话整个森林从低中高都有不同的植物 没错没错 就可以让整个森林的生态 或者是植物的多样性可以提高 这样子整个森林可以更健康 对 然后因为像这样不一样的林木啊 就可以提供昆虫 鸟类野生动物的栖息力 所以说呢 它也会促进生态系的多样性 嗯 所以有时候必要的去砍伐 其实对 当然对被砍掉的树木是有点遗憾啊 可是 它砍掉还是可以做家具等等 还是会被孕下山 对对对 那不要因为好像工人去伐木 就说你们怎么在破坏森林啊 或者是看到公园有祭司在修剪树木 就说你们怎么在破坏这个树木 其实不是的 有时候适当的修剪 是为了树木或整体森林的好 没错 所以我们本来呢 要去登那个南投大建山的行程 也因为被挡在中间 我们就没办法开进去登山口 所以我们就遇到了这个伐木工人之后呢 我们就把车停在旁边 停着跟他们的车并排就对 然后我们就用走的走进去 才会变成走林道的行程 本来是可以开车的路段 你们就用走的 对我们就用走的 但是如果我们走进去登山口再往大建山爬 那那一天就时间就用不够了 所以我们就只有走到那个梁九部落 梁九部落现在还有人住吗 没有完全没有 他就是以前是也是一样有石板屋 那梁九部落的梁是梁新的梁 然后酒就是长长久久的酒 好的 那我们往那个梁九部落走 里面那天也是完全都没有人 而且因为天气一样是非常冷啦 你不是说那边没有人住了 那边没有人不是很正常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去那边玩啊 对就一样是包山 虽然说是林道 但是他还是算一座山嘛 我觉得你当天就是1月8号9号 那个时候寒流笼罩全台 会去爬山的应该 就连我啦 我喜欢爬山的我都不想出门了 我觉得你要遇到人还蛮困难的 应该说那一天大家都去追雪 山上超多人 只是说大家可能都是去看雪 那像我们这种真心去爬山的 也许就少一点 真心去爬山 没有啦 反正我觉得都OK啦 我也有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去看雪 阿文 对 不过我就跟阿文回说 哇 这种天气我宁愿睡觉 对太冷了 那你们去林道有看到什么野生动物吗 有 我们看到了蓝富贤 蓝富贤 蓝富贤就是那个1000块上面的那只 就是蓝富贤 你确定吗 你没有讲错吗 说错了 说错了 1000块上的是地质 对 对对对 1000块上的是地质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蓝富贤 好这个蓝富贤呢 跟地质你有什么分辨的好方法吗 有 而且是在网路上查的三秒分辨地质与蓝富贤 有三个重要的点啦 一个是说你要看他的脚是什么颜色 如果说呢 他的脚是红色的话呢 就是蓝富贤 那如果是黑色的话就是地质 OK 然后再看他的头上有没有一撮白白的毛 如果有的话呢 就是蓝富贤 有毛的是蓝富贤 白毛 白毛 然后没有的话就是地质 然后再看他的尾巴 看他的尾巴是有全白的羽毛 还是在尾巴当中呢 有一些零星的白色恒带纹 如果是全白的羽毛就是蓝富贤 然后如果有一些零星的白色恒带纹就是地质 嗯 那我懒人包一下 好 总之就是地质他的脚是红色的 嗯 然后呢 他的头跟尾巴有全白的羽毛 嗯 所以只要记红脚白白 白头白尾对 那地质的话就是黑角 然后没有白毛 那尾巴的白毛就是零星的这样子 对啊 两只其实都长得很漂亮 而且这两种鸟类都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有 哦 真的吗 你不知道 台湾特有种啊 你小时候生物没学 自然科学没学 我知道蓝富贤是啦 地质也是吗 地质就是 然后所以才会登上我们的一千元钞票啊 哦 OK 所以都是特有种 好的 基本上目前啦 我听很多山友讲 就是蓝富贤出现的几率越来越高 所以常常在登山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看到蓝富贤 嗯 我去登玉山的时候就有遇到 而且还有露营 对 而且还蛮不怕人的 就觉得 对对对 所以你这次遇到的是地质还是蓝富贤 我这次遇到的是蓝富贤 然后呢 因为他们现在 我刚刚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啊 都是宫的啦 宫的才会有这么多的色彩 哦 那基本上母的它就是比较偏大地色系 咖啡色这样子 对对对对 咖啡色 好 那好像地质是比较濒临 绝种 对 是地质还是蓝富贤 地质 蓝富贤现在蛮多的 OK好 所以地质目前是比较少见的啦 所以能看到的话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嗯那地质的分布的区域大概是在海拔一千八到三千五公尺以下 嗯 一些真夜陵啊还有那个草原的混身地带 那比较喜欢农雾 所以说呢 他就有一个昵称是叫迷雾中的王者 这是地质的部分 嗯嗯 那蓝富贤呢 他是在海拔三百到两千五公尺以下的中低海拔的阔叶灵或混身林 那他呢就有山林隐世之称 不过我觉得现在也不太隐世了啦 就感觉好像大家都遇得到了 对现在他就蛮容易遇到 而且真的就像阿布讲的他没有很怕人 所以说不过看到还是很兴奋啊 那说到这边 你在山上有遇到怎么让你印象深刻的野生动物吗 山上的野生动物喔 嗯熊有遇过吗 我在台湾没有遇过熊 但是我在加拿大有遇过熊 就是face to face 面对面这样遇过 没有就瞬间 我在巴士上 然后他在我前面 然后他就散掉了 这还蛮安全的 对 你咧 我的话就 我们去年六月爬的欧盛吧 对 遇到那个水路 大概距离我们十公尺二十公尺左右 水路算是很稀奇吗 现在不是一天到晚都遇到水路 可是这么大型的哺乳动物 我是第一次遇到 应该说我还没有去爬过南高安东军 听说南高安东军还蛮容易近距离的接近到水路 对 但我没有爬过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大型的哺乳动物 我们上次在黑森林不是遇到长中山羊 所以那些山羊不是水路 所以你是在讲那一次 对 那是长中山羊啊 好 那那个 这边 你哥看到了那一只啊 好 那我这边跟正一下 我看到的是长中山羊 那就期待之后 有机会我去爬那个南高安东军的时候 可以就是见到真正的水路 对啊 应该很容易见到很多水路 好 所以说呢 Ariel的这两天 碧阳纵走的行程 就变成了小百月还有卓舍林道 然后呢 这个卓舍林道上面呢 还有一个小惊喜 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三字三角点 三字三角 什么叫三字三角点 就是那个三角点上面写了一个三 这个三角点有写个三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其实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只知道看到的时候 大家就说 有个三字三角点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 那我们现在到底是登了哪一座山 结果不知道耶 没有任何人做记录耶 所以就是你们找到了一个 三角点 没有名称的三角点 没错 在林线上 在卓舍林道上面 然后接近两久部落 好啊 那我希望如果知道这个莫名 无名的三角点的山友 我们会把照片贴在我们的FB粉丝页 再请厉害的大大大神们看到 可以给我们一个解答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因为他没有名字 所以我已经把他命名为小波山了 我在那边给他乱命名 好啊 我已经命名了 所以那一座算是属于Belong to me 这样子 好 那希望如果说那个Tony大大 写那个Tony平文笔记的 Tony大有听到我们节目的话 如果知道这个三角点是什么名称 再麻烦帮我们解惑一下 OK 今天呢 这个跟大家分享了Ariel的行程 那如果说大家以后去了中部玩 其实这两个地方都非常棒 而且人比较少 环境也很优美 天气好的时候更是视野辽阔 所以也很欢迎大家呢 就多开发一点新的地方 不管是跟我们分享 或者是自己去尝试 都可以不要再走那些 非常人挤人的路线 我觉得这种 很好玩的礁山路线 真的超棒的 好 冬天我就去爬礁山 对 夏天我礁山太热 不过 我相信啦 秋天或者是春秋冬 这三季去爬礁山 真的是挺不赖的 文庄也会比较少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按下订阅分享 不喜欢的话也请分享给 考验的人来互相伤害 Anyway 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我们讲的主题 请留言在 越来越开来的FB本视团 那就下次见咯 拜